事情发生在1997年5月27号 是在俄罗斯的新许布利亚 当时我还是一个学生 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 我刚刚有信主 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是一个完全的属灵的婴孩 也没有读过圣经 也不晓得更多的一些真理 很多东西我都不明白 可是那个时候只学会一样 就是弟兄姐妹教给我的 如何去祷告 就是奉主耶稣的名去求 就像小孩子一样去求 所以当这件事情 当我在莫斯科 从莫斯科回到新许布利亚的时候 七天 第七天 发生了一件事情 是我一生当中没有想到的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这样子 我住在一个俄罗斯人的 一对的夫妻的家里 一对老人家 他们像对女儿一样的来爱我 我也称他们是俄罗斯的爸爸妈妈 在这个当中 俄罗斯的每一年在西伯利亚 都有一段的时间 五月份两个到三个星期的时间 是没有热水的 没有热水的供应 每一个家庭都会有一个 叫做热水器 在商店都可以买得到的 这个可以帮助每个家庭 来使凉水快速的加热 可是我住的老人家 他们是通过自己的朋友 在工厂里边自己做的 那个电压是很大的 不是家庭用的 日常用的电压 我最后有问老人家 他们告诉我 具体的多少瓦数 他们也不晓得 但是不会少于四千瓦的 所以是很大的这样一个电压 因此老人家他们一直告诉我 罗斯妈妈说你路德 如果需要热水 你千万不要自己一个人用 因为这个东西很危险 你告诉我我都会帮助你 那我在我记忆中就是这样 所以每次他们都很爱我 都是时间把热水帮我预备好 那那一天 五月二十七号那一天 他们准备去别墅 去休息四天左右的时间 他们邀请我 因为在莫斯科 有一些时间耽搁呢 所以我很想 接近我的毕业路人答辩的时间 我就留下来 我说我来把我的 要把我的学业尽快结束 那么他们就走了之后呢 那我就在家里准备来做卫生 所以这些呢 当我开始把水龙龙打开的时候 我发现没有热水 我才记起来 那个这个东西 这个热水器呢 是俄罗斯妈妈告诉我是 不要用 要一定要经过他的 这样的 他的一个为我预备 那可是他们已经走了 那个时候也没有办法跟他们联络 那怎么办 那我就开始去找 找这个热水器 我想也许没有那么危险 我就记起来 他怎么去用回忆 他是怎么来使用的 那并不复杂 把铁的桶拿来 把那个水管接上凉水 然后呢 最后呢 我找到了这个热水器呢 我就把它放到桶里 然后另一端呢 那个插头就跟电连在一起 当时呢 当我刚刚把插头连上的时候呢 忽然间呢 那个房间里边 就一下就按下来 然后呢 有那个电压的声音 那个嗡鸣声 就像嗡鸣这样的 嗡鸣的一个声音 因为概念当中 在我的记忆当中 老妈妈一直说 这个东西很危险 那因此这个 这样的一发型一发生呢 我就有一些紧张 我就跑开 离开远一点 稍微等了一会儿之后 感觉除了这样的现象 看起来也没有那么危险 那我就 在旁边再去观察 到了四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呢 我就忽然间发现 那个水器呢 就开始有蒸汽上来 热气 我说啊 这个东西真的很好用 很快 然后我就过去之后呢 我在外边摸了一下水桶的温度 哇 真的是很烫了 我就把插头扒掉 然后呢 把那个水呢 倒到浴缸里 盆里 这样就开始做卫生 然后呢 之后呢 重复好多次 那家里边 卫生清洁都做完了之后呢 然后呢 自己也洗澡 后来洗衣服 因为马上就是春天了 有许多的冬天的衣服呢 要把它洗干净之后 要收起来 因为我刚刚从莫斯科回去 所以有很多衣服带的 要洗 还有一些 当我把 洗到最后一件衣服的时候呢 因为做了很久的卫生 觉得 哇 腰很痛很累 因为那个浴缸 一直要弯着腰去做 这样呢 后来我就 做了一个决定 最后一件长的 羽绒服大衣的时候 洗这个的时候 因为那个羽绒服加上水 一浸在水中 就变得很沉重 那我就决定站在浴缸的里头 这样的话呢 我的手脚可以并用来洗这件衣服 那我没有注意到的 就是俄罗斯的浴缸 那个老人家家里边的 那个浴缸呢 是铁制的 那我当时又站在水里 我记得当时我很喜乐 还唱那诗歌 在教会中学的诗歌 那边敬拜 边唱诗歌 边做这些 很开心 那我就忽然注意到 这个水桶里边的那个水呢 还要多半桶的时间 当时还跟那个 日水器都连在一起 还在工作 还在运行 那我就在想 哇 这个水都已经做了 那么基本上我是结束了 可是我想看一下 那个水温有多少 不要浪费掉了 我想都没有想 就把我的右手呢 就决定放到那个水桶的里头 去触摸一下 里边的那个水温 我忘记 它当时是在连着垫的 所以当我的手 一放进去的时候 很可怕的事情就发生了 真的就是像一个爆炸一样的 然后呢 我就一下就被这个 高压电触上了 当这个电压通过我的右手 进到我的身体里头的时候 经过血液这样走进来的时候 我的身体 整个的身体都在战斗 都在拼命的 这样的被那个电压打的左右 这样的摇摆 我没有办法来抽身 从这个电压水桶的里头抽出来 没有办法 我感觉我整个人的身体都要进到那个水桶的里头去了 我没有办法 这个电流有多强呢 在事后的时候我问我俄罗斯的这个老妈妈她告诉我不会少于四千瓦 是很高的 所以当我这样进入的时候呢 那碰到这个高压电的时候呢 我是没有办法从这个当中自我可以得到这样的可以释放出来 那我没有选择 而且呢这个电压是非常的快的 电流在我的身体的里边 我的身体整个的在摇摆在战斗 然后我觉得 我的整个身体都要进入 好像进到一个黑洞的里头 那我的身体呢 这个时候呢 眼睛已经失明了 什么都看不到了 因为电压的缘故 我知道我的生命 现在要面对死亡 那我是想我不想死 我还这么年轻 有很美好的未来 有很美好的一些的理想 还要等着我去成就 可是死亡从来不会经过我们每一个人的同意 不管你是男女老幼 是什么样的民族宗族 什么哪一国的人 我们人类没有力量来面对这个死亡 当那一时刻来的时候没有办法 那我知道在最后一刻的时候 我感觉到我的身体好像被一把 很利刃 来要从中间分开 一分为二分开 我知道那个就是 我的灵魂要脱离我肉体的最后一个时刻 当那个疼痛一消失的时候 在那个最后一刻 那么这个世界上就不再有我 我就是 就是这样的一句的事情 我的生命就结束了 我不晓得怎么办 那 在这样的一个当中的时候 房间里边没有任何人 因为我一个人在家 而且我自己也不能 很无助也很无力 忽然间 在最后一刻的时候 我的头脑 我的大脑像一张白纸一样的空白 忽然间呢 就是在这样的当中 这个白纸上呢 有一个像人的指头的形状一样的 显示出来 一个手指在写着 好像一个手指在写 那个发着光的字体 说 因为凡呼求主名的 就必得救 我不晓得 这个话从哪里来 也没有人跟我讲过 我自己也从来没有读过 是我在几年之后 我读圣经的时候 我才知道这是罗马书10章13节 保罗书信里边 神记得保罗的口所写的 但是这一句话 当我看到的时候 我就忽然间提醒我 是啊 我已经是神的儿女了 虽然我信主还不到一个月 可是我已经来觉知 来信靠主了 如果说这种情况 有谁能够救我 能够帮助我 可能只有神呢 我就拼尽我最后一口气 我就喊 我说神啊救我 我知道这是我最后一口气 如果神没有救我 这口气就不再回来了 那当我喊了这句话开始 我只是刚刚喊了神啊的时候 忽然间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因为在此之前 我的眼睛是失明的 可是当我喊了神啊 我那一句救我还没有来得及喊出来 我就忽然看到我的后部 你知道我们正常人 我们的肉体的眼睛只能看前边左右 没有人可以看得到后边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会看到我的后边 我看到我的后边 在我的右手边 一个荣耀的一个大光 立在我的后边 从这个光中 伸出来一个形状 就是人手臂的形状 也是发着光的 就忽然间就把我 跟这个电压 就随同里面 这个电压完全的就断开 我一个人我就飞出去 我感到一个极大的力量领导 我就飞出去 我就跌到地上 然后我就失去知觉 我不晓得过了多久 多少分钟或者几个小时 我不知道 当我一时清醒的时候 我睁开眼睛 现在我肉体的眼睛 可以看得到了 我发现房间里边 到处都是烟雾 比在此之前 还要更加的暗淡了 然后呢 这个烟雾呢 像雾一样的 弥漫在那个房间里 还有在空气当中呢 充满了皮肉烧焦的味道 毛发皮肉烧焦的味道 我知道那是我的身体 我的毛发烧焦的味道 因为在这个当中的时候 我身体呢 电压进到我的 电流进到我的身体里头 我的身体很多地方都会爆开 承受不了这个电压 高辅的电压就爆开了 那个时候那个光景是很可怕 而且呢 无论是浴缸里边 还有水桶 那个水桶已经躺在 那个洗衣机上边 一部分水流出来 流到地上 还有所有有水的地方 那个电压都在那个水中 还在像闪电一样的 在闪着 还在打着那个电的火花 是很可怕的 都是那种蓝色的那种火花 所以在这个光景上 只有我躺过在地上的那一小块 那个比较安全 那一时刻 从外在的光景看是很可怕 可是我的心里却充满了 那个喜乐 很幸福的感觉 我觉得那一时刻的我是 实际上最幸福的 我就跪下来 我知道 那个神还没有离开 他就在那个 在我的前边 那个荣耀的光 我就跪在那个 他的前边 我就喊着 我说神啊 原来这世界上真的有神 我看见你 你是那个荣耀的那个光 我看见你了 神啊 我感谢你 是你今天救我 脱离了这个死亡 是你救了我 我真的知道 这世上不只有神 而且神你是那一位活神 我就很感动 很感动 我觉得那一时刻 全世界 无论什么样的事情 人事物对我都不重要 只是我跟神在一起 我觉得我是世界上 是那么幸福的一个人 然后我就在那里边 我就感恩 我说神啊 我说我活了 是因为你救了我生命 虽然我现在 我的右手臂已经没了 因为在我的意思当中 这么严重的 这样的一个雾 那个烟雾 还有那个皮肉烧焦的 那个味道 我知道 我的身体的右臂 一定没有了 已经只剩下一块 焦黑的骨头 在我的身体上 我甚至都没有勇气看 我是说 主啊 我说我现在 我就是残疾人了 没有了 失去了右臂 可是我宁然感谢赞美你 因为能活着真好 是你给了我生命 能够活着 对一个人何等的重要 当我这样感恩的时候 我感谢神 然后我还是没有勇气 看我的右手臂 我发现旁边那个 很危险的状况 我真的很害怕 这个家中 因为这个店 在凿起火灾 我就说神啊 那么祈求你帮助我 我真的怕现在 有火灾发生 你帮助我 不要再被这个高压店 垫到 我把那个插头 拔下来 我这样边缩 我就拿了一块干的毛巾 我就去把那个插头 拔下来 神保守我 当一切都平静了 然后我没有任何的力气 我就站在那个地方 我浑身还在颤抖 甚至一完整的呼吸 都没有办法 因为那个剧痛 那个实在的那个剧痛 让我没有办法 停止颤抖 我就说神啊 我现在是很痛很痛 我从出生到现在 都没有经历过 不是我人能够 从肉体可以 能够忍受承受的 你是这么伟大的神 好不好 你挪去我一半的疼痛 能够让我可以 能够承受得住 在肉体中 能够承受得住 我没有想到 当我这句话 刚刚说完 一半的疼痛就离开了 我就非常的开心 我说神啊 真的感谢你 我现在可以承受了 虽然还是极大的痛苦 可是我已经能够承受 能够可以 有一些呼吸 自由的呼吸了 那个时候 我想要面对的 你还是要面对 我就鼓起勇气来 来看我的右手臂 当我看我的右手臂的时候 我的眼泪就流下来 因为我发现 我的右手臂 还在这个身体上 唯一不同的 就是小手臂 到手指尖这个位置 已经完全的 因着这个高压电的鸡打 已经完全死掉了 神经所有的系统死掉了 而且很可怕 那个形状已经肿胀了 像腿一样的 就像那个 煮熟的 那个猪肝一样的 那个 那个生 酱紫色的 还有那个 蓝紫色的 那个颜色 而且许多的 那个手臂呢 已经爆开了 那个电压在里面 让身体承受不了 已经爆开了 爆开之后呢 在这个当中 我去触摸 这个手臂 没有任何的知觉 在这手臂以上 是极大的疼痛 身体很大的疼痛 但是这一手臂 完全没有任何的知觉 那我很感恩 我就流了泪说 主啊 我仍然感谢赞美你 因为我的右手臂 还在 我还在就好 那我可以不要去做抑制 那 谢谢你 那因为你知道 人的软弱 我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我还有 如果我生下来 就没有右手臂 我可能已经适应了 可是呢 每个女孩子都爱美 然后对我的 未来的生活 有很大的不变 那么 既然这个手臂还在 虽然它是坏死的 总比没有好 那我就很感恩 当我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很疲倦 也很疼痛 我就决定到旁边的房间 客厅里边去安静一下 去躺过一下 当我刚刚推开门 玉石的门出去 忽然间很奇妙的事情 第二句话又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我的头脑就像白纸一样的 那个发着光的 那个字迹再一次写出来 人就是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性命 有什么益处呢 还能拿什么的生命呢 我不晓得这句话 是出自于圣经 因为在这之前 没有任何人跟我讲过 我也没有听到过 也是我在几年之后 我才看到 当我看马奈福音16章26节的时候 我知道这是主耶稣讲的话 但是这一句话 进到我的脑海中 我看到读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整个人生完全的翻转 是天与地的翻转 因为在此之前的我是很骄傲的 我有很多的梦想 有很多对自己未来人生的规划 那可是这一句话 神让我明白一个真理 原来对一个人最重要的是生命 是我们的灵魂 可是今天世界上许多的人 他们在挥霍着自己的生命 他们不知道人的灵魂的宝贝 以至于他们在这世界上去追逐 嬉戏 去浪费这个生命 可是当有一天 他们得到了这个地上 有一些人幸运 有一些的结果 所得 有一些人浪费了生命 也没有任何的所得 可是他们才会发现 即便是你用力 尽力的全所有的财富 一切所拥有的 想换回来生命的一秒钟都没有办法的 那一刻 我的生命完全的被诸翻转 我的人生观 世界观和价值观完全的改变了 我离开那个房间的时候 我就进到客厅 我就跪下来 圣灵引导我跪下来 我说神啊 我今天真的面对面遇见你 我知道这世上真的有神 而且你是又真又活的神 我今天都是我个人的错 是我自己的不小心发生这样的光景 我不晓得你为什么救我 但是 神啊 我很感谢你救了我生命 我说神啊 中国人有一句话说 收人滴水之恩 当你永泉相报 我说神啊 你给我的不是滴水之恩 乃是如永泉一样的生命的恩典 我能拿什么报答你呢 我不晓得在这世上 我还可以活多少天 多少的年岁 但是主啊 我的生命已经不再数我 我答应 我把我的生命 我全所有都献给你 我愿意来用我的生命认识你 不是你 从现在这一刻起 你是我的一切 我这样跟神祷告 然后我说神 你是这么伟大 你都可以大救我 从死亡中 让我活过来 我说我现在的右手臂 已经残疾了 没有任何的知觉 已经死掉了 这个神经 我说我相信你这么伟大 你一定能医治我 因为你连死亡都胜过了 那么这个手臂的这些的伤 这算得了什么呢 对你来讲 太渺小 太 这真是不是问题的问题 我求你完全医治我 甚至一个伤疤都不留下 我要为你见证 见证你荣耀的名 我就这样祷告神 那时候心中满满的信心 因为有谁可以没有信心的在这一个时刻 刚刚在死亡中经历神的拯救 这一点的伤已经真的是不足一提了 我是这样的确信神会一定会百分之百的完全的来医治我 虽然在这个之前我刚刚信主我还不懂得 我不知道 因着耶稣的鞭伤我的医治 他是耶和华拉法是医治我们的 我还没有人告诉我这些真理 可是我在生命中面对面经历他 我知道这个对他不算什么的 然后我就很喜乐的 我祷告完了之后呢 我就换上衣服 我就做了一个决定 我坐着有鬼车 我就到了中国的宿舍 我刚刚到宿舍的时候 那边有宿舍有很多的中国的留学生 我就去敲房间的门 我就去叫他们 我说你们大家来啊 我说你们知道吗 我多久多久之前 刚刚我发生这样这样的事情 我说我遇见神了 你们知道吗 神是真的有的 不是说你信者有不信者无 也不是说你感觉他有他就有的 不是他不是一个宗教 他是真的 我面对面遇见他 因为如果没有神 我没有遇见神 我已经死了 可是我在生命中遇见他了 你们知道吗 我说你们可以看到我的伤 我当时在这样的光景 从我人的力量 我没有办法活下来的 我的身边也没有任何人 我一定就死了 可是神爱我 我遇见了神 所以我活了 我说你们如果不相信这个神迹 你们看到我手臂的这么严重的伤吗 我说我告诉你 我不会找地上的医生 我尊重他们 他们很好 可是地上的医生能帮助我什么呢 如果我的神经都坏死了 他们会给我一个全新的一个手臂吗 他们除了接一个抑制 顶多会给我开一些止痛药剂 我没有办法 可是我相信我的神能完全的医治我 一个伤疤都没有 所以我找到了最伟大的医生 然后我的好朋友们他们就说 你知道吗 你这种状况是非常的紧急的 你如果不马上的打急救车 你一定残疾 我说不用说医生诊断我 我自己就知道 你们如果不信 你们可以任意的来摸这个手臂 来对他没有知觉了 已经完全坏死了 医生没有办法救我 他们不会把死的神经在街上了 我说我来就是要告诉你们有神 我经历了这样的神迹 我还在让你们看到 你们如果不相信我第一个神迹 你们今天看到了今天所有在场的人 在场的同学朋友们 你们看到了神 他会完全医治我 你们就知道第二个神迹成就的时候 你们无法否认 这世上真的有神 我那天晚间很晚 跟我的朋友们在一起 跟他们传福音交通 然后回到家里 可是你知道吗 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 晚间身体还是很疼痛很疼痛 从感觉上讲 跟白天没有什么差别 我看我的手臂也没有任何的变化 我不晓得神要用什么方式 怎么样才能医治我 可是呢 我真的相信 然后很艰难 最后还是睡着了 当我早晨之后 醒来之后 第二天早晨 我就马上看我的右手臂 当我看到我的右手臂的时候 很奇妙的事情 我就看到一段 从我的小臂上边一段 那个肤色已经变了 变得跟我的左手臂有点像了 有点发黄色了 只不过还有点黑很暗 那我去碰触 也没有同样的跟昨天的感觉一样的 也没有任何的知觉 还是死掉的那个部分 我也不晓得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我只能说 祷告 我相信你能完全的一致我 然后接下来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一天一段 一天一段 很奇妙 好像有谁 按照那个平均的距离 已经量好了 量到第七天 当我第七天 在六天之前的时候 跟前六天是一模一样的 除了颜色有些变化以外 还是肿胀的 那么还是没有任何知觉的 一直到第七天 我早上醒来的时候 我看到了神迹 因为我的手臂已经完全的 肿胀消失了 那个伤痕 已经所有的那个伤疤 已经全部都愈合了 没有一个伤疤 感谢赞美神 我非常的喜乐 只不过是最开始的两三个月 右手臂比左手臂稍微暗一些 颜色暗一些 后来我了解到 所有的烧伤烫伤 起初的时候 那个皮肤都会暗一些的 可是此后几个月之后 一直到如今 完全的恢复 没有任何的残疾 甚至比从前更灵活 感谢赞美主 那这个拒绝了 拒绝什么时候回来的 这个感觉 当天第七天早上就有了 就完全的医治了 完全的 所有的行动自如 都可以自由的运动 自由的可以动 没有任何的问题 可以做任何的事情 而且最重要的是 一个伤疤也没有 今天我们不小心 像我的手臂 不小心碰到了 我留一个伤疤 有的时候会是一两年 甚至是更长久 对吗 甚至是我们有的时候 我的手臂上原有 有几个伤疤 是我在很小的时候 一次的烫伤 那么那是我在小学 五六年纪的时候 我知道我都数得过来 这几个伤疤 当时我的身体爆开 撕很大的面积的创伤 那我这到如今的日子 都没有办法 这个伤疤都没有办法去除 可是那一个高压电的电伤 却完全的疑合 那个伤疤都找不见了 我说神啊 你太奇妙了 我看到我的手臂不敢相信 我说你太伟大 我说神啊 那好不好留一个伤疤给我 因为我的同学朋友们 他们知道这件事情的 他们看到 他们知道这件事情 可是如果我以后 我去像没有见过的人去见证 也许有人说 你是不是在骗我们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呢 然后神就很奇妙 我说孩子 你不是祈祷我 不是祷告我 我说让我完全医治你 一个伤疤也不要留下吗 我是听祷告的神 哇我就觉得神真的很幽默 神是那么美好 在我生命中这样的一个经历 后来我就到宿舍 也向我的朋友们去见证 我的朋友们 他们因着这样的一个见证 有一些人他们信主 而且甚至现在 他们还在中国 也有一些服侍 他们仍然在爱主 感谢赞美神 那这是我在这当 在我们当中的经历 借着我这样的生命中的一个经历 我真的是看到了 我认识到 我们所信的这位神 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 他真的是真神活神 他不是一个宗教的神 他也不是你心灵空虚当中的一个寄托 他是我们的生命的主 借着这样两件事情 两个神迹他告诉我 耶稣基督 他是我们的救主 今天亲爱的朋友 无论你在任何一种光景 甚至面对死亡 你都不需要惧怕 你只要呼求他的名 就像他告诉我的话 凡求告主名的 你就必得救 神可以拯救你 脱离死亡 脱离一切罪的权势 脱离任何的一样的一个苦难 那么神借着对我完全的一个医治 他要告诉我们 他是我们的医治者 他不只是救医当中那位耶华拉法的神 经常说 沿着耶稣基督的鞭伤 我们就可以得医治 他为我们付上这样的一个赎价 因此今天 无论你的身体有什么样的一个病痛 无论你跟人际的关系 无论任何一种的状况 主都可以来医治你 你只要去相信他 感谢赞美神 把一切的送赞荣耀归给他 也愿亲爱的朋友 若是你今天也看到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见证 我想跟你用我的权心说 这是真实的 即便是今天 我的生命已经没有了 或者有人来砍掉我的头颅 我都要说这是真实的 是我在生命中的经历 你今天这位神 祂也同样的爱你 你知道吗 亲爱的朋友 你看到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 就像我 我以为我来接受耶稣基督 我偶然有一次去到教会 是偶然的 不是的 我们一生的脚步都在神的手中 神知道 如果你今天神的灵感动你 你若是 无论你在什么样的光景 如果你在什么样的一个磨难 一个痛苦当中 一个身体的疾病的里头 你若是愿意接受这位基督 这位耶稣 那么 我想请你跟我做一个祷告 我相信 借着这一个祷告 你也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你就成为神的儿女 并且 你一切的重担 我的神 也要成为你的神 祂不会为你来担当 好不好 我们就一起做个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感谢赞美你 让我今天听到这一切 不是偶然 神啊 我求你来救我脱离现在的光景 来拯救我的灵魂 拯救我的生命 也来医治我的身体 我愿意来认识你 我祈求你 这一时刻 进到我的生命中 赦免我一切的罪 用你的血来接近我 让我成为你的孩子 我愿意一生一世 为你而活 也求你保守我一生 都在你自己的恩典 都在你自己的荣耀里 让我成为你的见证 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